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没有上班 我今天休假啊 怎么没看到明峰啊 你弟啊 昨天晚上就说要出去 到现在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都没看到人 小子 整天游手好奇 算了算了 你还是先帮妈妈把这个车子推过去吧 好嘛 这我来就好了 好 好 诶 武松 我开台了 台不上线 在干嘛啊 诶 干嘛啊 你在借钱啊 你屌尾又吃苦了吧 不要忘了 你还有五千块还没还我哦 有吗 路边借钱 你记错了吧 有啦 有啦 要是放在同班三年的份上 不然你你的信用 谁还敢借你啊 该被不想玩了吧 啊 会啦 会啦 赶快打游戏啊 不要废话 二 哦 不好意思 你自己去自摸了啊 手气哦 这机器你知道吗 帅哥哥 帅哥哥 真多啊 你知道都不想赢了 蛤 时间也不早 能走咯 哎 哎 你跟钱就想跑 去了我们全自招环哦 好了好了 快回来 拜 等我不會看時間了嗎? 欸!光你進不得的阿兵哥吧? 我要去哪裡?就去哪裡啊?你管得著啊? 你知不知道媽為了等你?到剛剛才上蟲睡覺啊? 你可不可以成熟一點啊?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明豐,你吃飯了沒?趕快把飯吃一吃,明德,明天還要上班,早點去休息 注意一下你的態度阿 吃完早點休息阿 YES!全能打了啦!一轉!終於把這筆轉回來了! 怎麼會轉回來阿?幹嘛啦!你是選人要先賭阿?沒有啦!剛剛只是不小心按到廣告而已! 我吃飽了!我要去洗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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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飽了! 怎麼一張苦瓜臉的心情不好喔? 沒有啦!專案簡報還沒做完!我煩阿! 那有沒有什麼我就可以幫忙來一方? 不用啦,學姊!你是專案任務的承辦人! 資料總不能夾手他人吧! 如果學姊真的要幫忙,那就請學姊幫我泡杯咖啡吧! 媽,快睡著了,學姐謝謝 對了,最近家裡還好嗎? 還好啦 只是我弟一樣整天遊手好閒 一直給我媽天麻煩 學姐謝謝 其實這也不能怪他啦 有你這麼優秀的哥哥 他會覺得壓力大,也是正常的啊 但不是啊,我媽整天辛苦賺錢 他就負責花錢 李鋒還年輕 說不定等他當完兵就會好很多了啦 學姐不好意思,我接個電話 喂 喂媽 好,好,我趕快回去 學姐不好意思,家裡有點事就先離開了 快去吧 你就是林明豐的媽媽呀 你兒子欠錢不還 你說,這事該怎麼處理 喂 你是誰,要做什麼 喂 你就是林明豐的哥哥啊 你弟,向我們公司借錢不還就算了 還給我搞消失 我也是迫於無奈啊 還來找林媽媽關心一下 不要騷擾我媽 而且你們這樣的行為 已經觸犯了強勢罪 一開口就要錢 我怎麼知道你們說的是真的 還是假的啊 呦,法律系啊 別以為懂點法律就可以嚇唬我 想看證明是吧 來 看清楚,這是你弟簽的借據跟本票 不多啦,一百多萬而已 是所謂借錢還錢 天經地義 你說這什麼事情 怎麼會欠這麼多錢 蛤,要擔心一點 今天來到這裡很簡單 要嘛 你們,幫他把錢還完 不管,別逼我到單位找你啊 三天後,我沒有收到錢 大家走得瞧 走 三天 喝 你怎麼知道我會在這裡啊? 因為每次小時候你犯錯,怕被媽打 就會跑到這個地方躲起來 明豐,幹嘛啦? 不要每次犯錯就只會逃避 這樣問題永遠沒辦法解決 你最聰明啊,你最孝順 你是媽最驕傲的兒子啊 而我啊,只只會惹失身份敗家子 陳哥,你看這個 我們的大禹快上鉤了 嗯,憲兵連警官 好,很好 上面說啊,林明德手上有一份會數區作戰計畫 這份資料,可是很有價值 原本以為憲兵不好處 還好他出了一個不成才的弟弟 記得我說的 他要死,我們就為他死 他吃得越飽,就陷得越深 到時候,這條大魚就上鉤了嗎? 陳哥,說到釣魚,我可是最拿手了 記得,上次那條魚 我們只是撒了一點兒 資料不就通通到手了嗎? 記得我說的 放長線,釣大魚 乾杯 欸,長官,下班啦 你要幹什麼,我不是已經把錢匯給你了嗎? 錢,我是收到了 不過,你給的只夠付利息吧 我說過,我會找你的 這麼一大筆錢,我一時之間也收不出來 再給我一點時間,我一定會把錢還清的 欸,想走 我想你很久沒有看到你弟了吧 你什麼意思啊 沒什麼意思,我也是無可奈何啊 不然你要我等到什麼時候 這事情我會處理,你別亂來啊 別說我不通人情 告訴你一個還錢的門路 好讓事情可以趕快解決 什麼門路啊 你要這些資料做什麼 如果想幫你弟清藏債務 又想保你媽平安無事 你自己考慮清楚 不然這樣好了 我現在去找你媽要錢 我警告你,不要騷擾我媽 你自己考慮清楚後再來找我吧 時間可是不等人的啊 明德 明德 欸,雪,雪是你喔 呃,怎麼了嗎 你好吧 想什麼事情想到都出神了 沒有啦 還不是我弟 明豐,他怎麼了 我弟他 沈迷地下千賭 輸錢之後 又跟錢莊借錢 還借了一筆不少數目 現在 也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正煩惱 要怎麼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地方啊 嗯,不用了啦 雪的謝謝 倒是我媽整天煩惱這件事情 我腦到都吃不下飯 明德 明豐 明豐他一定會沒事的 雪的謝謝 嗯,我下午還有點事 等一下跟客廊請假 就先離開了 明德 明豐 他不許多也搔 我 besl念你 這麼大 就幫你買賣 刀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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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你有空,等我過去,我們再喝一杯,就這樣 別動 明德,幸虧你及時回報,這家公司背後真的不單純,有必要再深入調查 另外家裡的狀況和你弟的債務,我會請處長協助處理 歐隊長,雖然我現在的家裡有些狀況,但是我們時常教育底下官兵 見可疑追查到底,遇問題力盡反應 何況,身為憲兵的議員,絕對不能違背忠貞軍風及媒合制捷 就算家裡的問題不能解決,也絕對不能讓敵人有機可乘 使國家元首的安全受到絲毫的威脅 明德,你的觀念非常正確,也沒有辜負憲兵對你的栽培 你家裡的部分,其實新府官之前都有跟我提過了 我評估更了解之後,後續會協助你辦理國軍福導理財專案貸款 你可以不用擔心,至於對方設法的部分 就交由我們憲兵隊專業軍政組依法偵辦 軍政組長,立即向上級回報,並且依令成立專案調查小組 這段期間,啟明德持續配合對方要求,一切保密 千萬不可以打草驚蛇,這次我們一定要將他們神智依法一網打盡 對啊,我連繭上了,跟一個狹窍一網打盡 咦,民佛,民佛來這邊給你坐 好好好 啊,哥,不好意思啊 我剛剛去連上幫忙出公差 所以來晚了一點 咦,你們剛剛都在聊什麼啊 啊,沒有啦,就聊說對象長官對你好不好 哥,說到這個 他們每個人聽到我是你弟 每個人都非常嚴格 難道我以前對他們做了什麼 我什麼都沒做 我只是跟中瑞長說 好好訓練我這個弟弟 千萬不要丟了我們憲兵的臉 Binfo 你不是有什麼話要跟媽說嗎 對了 媽 其實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說 什麼事 該不會你又闖破了 不是 媽 媽 我之前在受訓的時候 在看到憲兵的訓史裡面有一句話 不當憲兵則已 當了憲兵便不能隨便一點 也就是說內在的德性學問 與外表的遺隆態度 比較起人使敬畏之心 所以我報考了志願意識兵 你可要想清楚喔 當了憲兵就真的不能隨便一點 我知道 我想像哥一樣 能打擊犯罪 維護社會治安 這樣才是最帥的 你啊 有剩下你哥哥我可以直接一點 沒有關係 哥 你少來了 各位親愛的官兵弟兄姐妹們大家好 今年來兩岸交流頻繁 中共擅長利用人性的弱點 威脅 利誘 切取情資 各位官兵同仁務必要有保密檢節 遇問題立即反應 才能防範精密外洩 確保國家安全喔 保防小丁寧 我們下次見 掰掰